现在天气渐渐转热了 台北县的卫生局今天就公布在市面上 所贩售甘蔗汁的检验结果 结果发现这里面居然高达八成 他们的甘蔗汁生菌数量都超过标准了 也包括有大肠杆菌 记者林小帆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好的 主播就在下午的时候 台北县卫生局公布了市面上摊贩的甘蔗汁的检验结果 结果竟然发现不合格的比率是高达了70% 我们来听听卫生局的说法 有抽验甘蔗汁 那总共抽验十件 那十件里面发现有九件的一个卫生标准 也就是生菌数超过这个规定量 后来我们请业者限期改善 马上再去做复抽的时候 九件里面还是有七件不符合规定 包括它整个甘蔗整枝放在地面上是不是干净 有的地面上它很脏 它污水就震透一直到甘蔗整枝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它削甘蔗皮的时候 可能甘蔗皮根本就没有洗干净 你在削甘蔗的时候那刀子也不干净 还有那个整个榨汁机也不干净 甚至它在冷却甘蔗汁的冰块也不干净 好的根据卫生局的表示呢 它这个生菌的标准是不能超过一万的 但是呢这次台北县卫生局检验出来 发现有很多的甘蔗汁 它的生菌数都到达了25万 是超过标准24倍 非常的夸张 而且呢还含有大肠感菌 真的非常恐怖哦 那这些摊贩呢主要都是围在台北线 像是有在淡水的啊 三重还有土枕和细纸呢 都被卫生局查到是不合格的 而且呢其中呢 这次卫生局是抽查了10家 发现呢第一次有9家是不合格 但是经过卫生局劝导以后 竟然还是有7家 它们的生菌数是超过标准的哦 那以上就是来自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换棚内 居然高达有8成的甘蔗汁 生菌呢都超过标准 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尤其现在天气很热 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安全